超大我的雞肉飯 13號中出現在嘉義市的文化公園 可以提供到三千人來拼搶 來挑戰到軍事世界紀錄 在白米飯上頭來放上 一片一片那才是一絲一絲的雞肉 更在南上雞油 當於是富士長理學長和誤會的貴賓 大家作為完成一碗超大碗的雞肉飯 旁邊說話的美食 讓現場民眾認不出想要馬上拼搶 也為準備在白鸽上頭的 挑戰軍事世界紀錄 超大碗雞肉飯的瓦東 以前來端到 這個月的13號 我們就要向軍事紀錄來挑戰 要做出一碗世界上最大的火雞肉飯 有700公斤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美食 一定會吸引非常多的朋友 我們歡迎當天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讓我們嘉義市的 本來是在地的火雞肉飯 能夠正式的走入國際的社會 我想這是我們全體嘉義市民共同的一個期望 這次要來挑戰世界紀錄的雞肉飯 是由中興味 暫租500公斤的美飯 同意吃噴水雞肉飯 暫租包括20隻火雞在來的實在和製造的機械 當用到數十位的工作人員 大家做會完成 同意市政府在在13號的補三點 準備在文化工廣租的英雄的工程裡面 完成超大型雞肉飯 在這裏鑑證官 共進人的競爭資格 挑戰金氏世界紀錄 當時提供財政三千為的民眾 不用開來的享用 當天會保兩點二十分開始排隊 僅一千名可以跟客競爭下 最新新聞 東京民翁先生 港引起 蔡宏博兜